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就来学习一下HTTP响应这一部分的知识 那么响应本身不存在太多的类型 所以响应这部分知识相对来说 重点就关注在每一个响应字段它的一个含义 那么另外就是响应的不同状态 这个之前也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我们这节课就主要来看一看它的一些含义 咱们还是进到浏览器 通过HTTP沃起监控的这些数据来做出 做一个一一的讲解 先拿一个get请求的响应 咱们就以百度这个首页的get请求 它的一个响应来给大家做一个分析 第一行它给get请求本身的请求部分的头是类似的 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使用了什么版本 然后它的状态是200OK的这种状态 好,那么第二行服务器端告诉了我们浏览器 说它服务器的这个web服务器的版本 这边我们看到的是BFE1.0.8.2 百度自己的一个服务器是1.0.8.2的这么一个版本 好,那么对应的啊 这个服务器我们这边有一个Apache服务器啊 咱们的A1里边来可以看一看 它也对应的有一个sever Apache2.2.9 同样的有加载PHP5.2.6的这个动态脚本的模块 OK,这是服务器的版本 也就是呢,一个信息的告知啊 并不会有太多实质性的这个作用 好,回到这个百度的响应里边来 第三个是Date 时间啊,什么时间我们获取到的服务器 对我们这个页面进行的处理 好,这边呢 它使用的是GMT 也就是格尼尼茨的标准时间 那么 我们呢 真正的时间啊 中国的时间是东八区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基础上 加上八就可以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 相当于这个页面处理的时间呢 是晚上的22点43分 OK,就这个概念 好,这边第四行 Content Type 这一行呢,很重要 重要在于呢 它告诉了浏览器 我这个资源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资源 这边呢 它告诉浏览器 我是一个HTML的页面 OK,那么浏览器知道啊 这个页面呢 内容拿过来要进行解析和渲染的 我们呢,找一张图片来看看 它的Content Type呢 那就 不是这样的了 那我们找一个没有缓存过的图片 OK,这张图片没有被缓存过 好,Content Type是一张Image 它对应的是GIF的这种类型 这个Content Type的类型 告诉浏览器它的作用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数据传输呢 都是二进制传输的 那这个二进制传输了以后 那咱们怎么样把这个 这些 二进制的内容 最后还原成文字 还原成图片 乃至音频视频 那都是通过这个类型来进行判断的 这是一个GIF图片类型 好,那么它对应到的这个 响应里边的正文 这些二进制的编码 它就需要以GIF的形式来展现 这个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 OSI七层模型里边的表四层 它做的工作是一致的 那怎么样把这个图片 原模原样的还原出来 正儿八经展现的是一张图片 而不是一堆乱码 通过这个Content Type 这个字端来完成 那么如果是别的 比方说这边有JavaScript 那么它对应的呢 它的类型 我们再来看一看 CSS对应的类型 CSS JavaScript对应的类型 Application X-JavaScript 它呢都是一一对应的一个关系 这样浏览器才知道 这个资源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该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处理它 OK 所以这个字端呢很关键 好 咱们继续回到百度的这个响应里边来 继续往下看 这边有个Transfer encoding 传输的编码叫 CHUNKE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表示我们这个响应呢 是通过数据流分块的方式来进行传输的 分段的方式来进行传输的 有可能这三十多可以太大了 对吧 我一次性传不完 所以呢 我分成几段来传 那么这个呢 告诉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什么意思呢 浏览器在接触到了这个后边对应的响应以后呢 它要通过一定的规则一定的教研规则再把它们拼装到一块 变成一个完整的内容 因为它是分块传输的 OK 就这样一个概念 连接 CAPE Live 长连接 这个呢 在请求部分也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不再啰嗦 Catch Control Private 这是一种新的缓存的控制方式 之前呢 我们讲过缓存 看到过叫No Catch 来看一看 之前的某一个资源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过No Catch 就是呢 不需要缓存 每次呢 都重新的 全新的加载页面 那么这个Private的意思呢 它的含义有比较多啊 我就给大家讲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呢 我们也没必要把它 非得要很完整的记下来 因为它的规则有点复杂 当你打开新的地址栏的时候 或者呢 当你按后腿按钮的时候 它对应的这个 同样是Private这个字 它的表现呢 都不太一样 那么 比方说我们 如果看到的服务器 当给我们的响应是Private 那意味着呢 就是当我们打开 这个一个新的浏览器 在地址栏输入这个页面以后 第一次的话呢 它是全新加载 那后边我们再来访问 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它就直接从缓存当中读取了 就这样一个概念 它会使用到缓存 而不是刚才我们看到的No Catch 完全不使用缓存 OK啊 这是缓存控制的几种方式 那么 关于缓存控制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 如果后边我们碰到了以后呢 大家继续去查找 去看它的解释 解释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直接输入 Catch Control 后边跟上我们对应到的那个 缓存控制的这个 关键字段的值 是什么 直接输进去找就可以了 这种解释 网上的解释呢 也是非常多的 咱们呢 就不一一的去给大家列举了 这边有个Express 过期时间 OK 既然呢 在使用缓存 那缓存呢 总归是要给它指定一个 什么时候过期 指定一个过期的时间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缓存呢 即时过期 即时过期 打开的时候呢 就过期 但是由于啊 它是针对的是我们新打开的一个页面啊 所以的话呢 当我们后边再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 它仍然会继续使用 那这个过期时间呢 表示我们已经啊 一打开就过期了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在浏览器里边再输入这个网页呢 它还是会重新加载一次啊 还是会重新加载一次 好 所以呢 这两者共同来完成一个缓存的一个控制 如果过期时间是往后的 那么呢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呢 它就会继续使用这个缓存 所谓缓存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本地的硬盘里边保存了这样一个页面 因为相比网络传输来说 本地硬盘的读取呢 要方便很多 要快速很多 所以我们的这个缓 这边的浏览器里边缓存啊 大家注意一个概念 我们平常很多时候讲的缓存呢 都是在内存里边 都是在内存里边 那么对于浏览器来说 它的缓存呢 是放在硬盘当中的 是放在硬盘当中 因为相对这个网络传输啊 硬盘已经很快了 但是通常来说 我们更多时候关注的缓存都是内存 因为相对 硬盘来说啊 内存比硬盘要快得多 几乎是100倍左右的样子 这是关于缓存 由这两个来共同完成 content encode 内容的编这个压缩格式 这个呢 前边讲请求的时候 也已经给他介绍过了 那么下边继续看 下边一个字段 XUA compatible 关于浏览器的这个兼容的 一个字段 那么因为在我们IE浏览器 应该是8.0开始啊 引入了一个兼容模式啊 大家在这个浏览器的地址栏的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啊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标 这表示兼容模式下的一个使图 那么 这个字段意味着呢 咱们的浏览器啊 支持浏览器以兼容模式来查看 包括呢 IE浏览器和Chrome浏览器都可以 这是这样一些字段 那后边呢 我们看到还有很多字段 以BD开头的 那BD呢 应该字面意思就是百度的意思 那么这几个字段呢 相当于是百度这个BFE服务器 自定义的一个响应的字段了 咱们呢 就不去深究它 那这些字段呢 通常当我们 它为什么需要放在响应里边 基本上呢 它是让我们在下一个请求的时候 把这些字段呢 都作为请求的cookie啊 再发回给服务器 它可能需要收集一些数据 或者做一些验证 这个咱们不得而知 那么我们不妨呢 看看我们标准的Apache服务器 毫无疑问 它就不会有一些这种 自定义的一些字段 都是非常标准的 好 那么下边的话呢 咱们看到的就是几个cookie cookie呢 是由服务器端生成的 但是呢 它是保存在我们客户端的 保存在咱们客户端的 那这些cookie的值 包括它所对应的这个作用范围 甚至呢这个cookie呢 它的一些有效期 这些信息呢 从服务器端 响应给我们的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呢 会把这些对应的值 保存在咱们客户端的cookie文件夹里边 那么同样的啊 关于cookie的指使 咱们在另外一个单独的章节 专门来给大家梳理 好 这是关于百度的这个页面的响应部分 我们呢不妨再来看一看 A91的登录的这个响应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字段 这边都已经讲过了 export by php5.2.6 脚本引擎的版本 也没什么好说的 缓存控制 OK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有很多缓存控制的这种机制 好 这个呢 就咱们完全可以直接去 搜索这些关键字 再去深入的学习就可以了 好 缓存 content lens啊 咱们响应的长度16个字节 好 这边呢 咱们不妨再对应一下 你看啊 这个由于只有16个字节 所以它不存在分块的情况 那么不存在分块的情况呢 咱们就直接使用content lens 来这个字段来确定 让浏览器知道 什么时候这个响应 算是传输已经完成 那就是根据这个响应的 content lens这个字段 对应的这个长度来确定的 一旦浏览器 接受到这个响应以后 它就看这个响应的长度 是否到达16个 一旦到达16个 证明这个响应啊 这一次响应呢 就算是结束了 OK 这是这样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 百度的这边的响应 它是使用的是 chunked的这一个关键字 这种分块的方式 那么它就既然是分块 它就不会存在说 有长度的这样一个概念 OK 这是两者不同的区别 但是他们同样的 都是为了让 这个咱们的浏览器 清楚的知道 什么时候该把东西 拼在一起 什么时候这个响应呢 已经算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继续发起 下一个请求 或者接受下一个响应了 好 包括我们对的一些 这个前端的一些 性能分析工具 它也都会基于 这样一个字段的长度来确定 这个响应有没有完成 那么一旦完成了以后 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一共花了多少时间 都会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确定 keeper live 长连接 这边 这边 我服务器都告诉我们了 长连接 最大的时间 五秒钟 也就五秒钟之内 一个连接可以重复使用 五秒钟以后呢 即使是同一个服务器 或者同样的资源 我们呢 也都会新建TCP连接 最大 一百次 这两者先到先得 也就是说这个五秒钟之内 用了五次 没问题 用了十次没问题 最多只能用一百次 那么即使虽然你时间 在五秒钟之内 但是你是第一百零一次了 仍然会去新建一个连接 就这么一个概念 好 content type 这个呢 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好 整个这些呢 就是我们响应部分的一些 字段的一个详细的解释 那么 当然呢 协议本身呢 HTP协议的请求也好 响应也好 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字段 可能没那么常用而已 所以呢 我们也不再作为学习的一个重点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直接在百度里边搜索 HTP请求字段 HTP响应 字段的一个解释 搜索这些关键字 就可以看到 他们剩下的一些 这个字段的一些意义 含义和他们的一个作用 好 这个 所有这些呢 就是对于响应这一部分知识的一个学习 大家注意一下 咱们去学习的过程当中 首先来说 一定要善于结合 HTP卧习这样的协议分析工具 共同来学习 甚至我们呢 还可以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来看看他们这些字段 有什么样的 这个不同的地方 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另外一个方面呢 因为由于这些字段比较多 咱们呢 也没有必要去使劲应备它 没有意义 我们要做的事情 主要是理解 里边 它的一些比较有 我刚才给他介绍的一些比较有特定价值的一些字段 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后边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很多时候 不太会去用到这些字段本身的东西 更多的呢 是我们对整个框架性的一个了解 因为我们后边会牵涉到很多一些技术上的使用 那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通过对这些技术的应用 对这些测试场景的一些这个分析和讲解 提升我们的这种软件测试的设计能力 就我们拿到一个web系统以后 即使我不了解这个系统的业务逻辑 我马上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或者通过我的一些这个 经验 我马上能够知道 我应该从哪些角度去设计一些测试用力来测试它 看看它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问题 性能上的问题 或者说呢 设计不合理的问题 甚至是一些传输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问题 比方说啊 我们图片太大呀 或者请求数太多啊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咱们需要提升的是这些方面的这种 软件测试设计的能力 那么这种设计能力的提升呢 一方面是靠我们技术的积累 靠我们测试经验的积累 靠我们不同项目的积累 那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一定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它 大家千万啊 不要关注在这些系列当中出不来 那这样呢 有点得不偿失啊 因为这些细节性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我们呢 一定要站得更高一点的层次来理解这些问题 好吧 那咱们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儿 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就先到这儿了 我们就先到这儿了